越共中央总书记卵服众去世 接替人很大可能性就是现任的国家主席 北方的强硬派苏林 但是有分析认为他可能会转向亲美反中 中越关系会迎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明论评 首先咱们要看一下越南国家架构 以及政坛的普系或者说是政治上的派平 越南政体它是四驾马车 分别是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 总理和国会主席 总书记负责决策派版 主席和总理负责具体的落实 外交方面是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来负责的 在政治普系上来看 南方派它是比较亲美的 它树立中国 北方派则是比较强硬 它并不是很亲美 但是对中国的关系上 在北方派的内部强硬和温和派同时存在 那么现在刚去世的卵服众属于温和派 卵服众的外交政策就是所谓的竹子外交 也就是和美国俄罗斯都保持平衡的关系 当然这里面也是和中国要保持平衡的关系 苏林是典型的北方前应派 它主导反腐清洗了南方派系 它树立了权威 以它的强硬作风 以及现在所掌握的实权来看 它很可能上台 外界的分析就认为 它可能会偏向南方的亲美派 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 甚至会反中 那我们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先看三个明显的信号 苏林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后 首先出访的是柬埔寨和老挝 第二个就是在春节期间 按照越南的政治传统 他不是要去慰问老同志们吗 苏林他去慰问老同志们的时候 是陪他一起去的 是亲美派的南方派系前总理卵金勇 这卵金勇当年就是被卵服众压制下去的人 第三件事情就是卵服众去世前两天 越南向联合国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的话界线 侵犯了我们在南海的主权 首先你看这个苏林 他要慰问老同志 带上总理卵金勇 说明他向南方派系 就要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 目前你还很难说 这就是他要转向亲美的一个表现 反而更有可能是他在预判自己接班之后 因为没有卵服众的权威 要面临剧烈的政治争斗 所以要安抚一下南方派 甚至做一些妥协 这显然是对我们不利的 第二 他上任首次出访柬埔寨和越南 柬埔寨和老挝 很明显是对我们与两个国家关系 不断密切的一种担忧 同时他也是一种反制 在这个方向发力 对冲我们中国从大后方对越南造成的压力 第三 越南虽然向联合国提交了南海外大陆化界的化界案 这个不是个什么新鲜事 越南也一直是这个主张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专门提出这个事 苏林应该是主导者 因为他很清楚 卵服众时代已经就结束了 其实你看他提交这个议案之后 两天这个卵服众就去世了 他去这个形势 他已经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意味着卵服众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 因此他要凸显越南民族主义立场 对内稳固越南社会 对外为将来和我们中国溢价 去做一个新的布局 做出铺垫 同时也确实侧应了美国在南海的政策 有些示好的味道 卵服众病逝之后会淡化越南南南北两方这种局面 所以很难再用南方派和北方派来去判断越南国内的形势 苏林要是真能上台的话 应该会适当的改变他对南方派的强硬的作风 因为他没有卵服众那样的权威和政治势力 因此虽然说目前咱还不能说他就会采用反中的政策 但是为了获得越南国内尤其是亲美派的支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是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本意 他都会对中国表现的更强硬一些 而且有点偏向美国 况且他个人的意愿在国家利益和政治的决斗之中 不是主要的因素 苏林现在能不能上台 上台后能不能镇得住 这还是个问号呢 也许会引发国内的政坛的动荡 越南的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 那肯定是不利的 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 说到底两个国家的关系 取决于两个国家国力的对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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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